地上菩薩也是师尊每一天在念他的一个本尊 就是千艘法床超度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法床是从一变成十 十变成百 百变成千 就是一千艘的法床 然后我们要很恭敬的 请地藏菩萨 这个请地藏菩萨 加持所有的优民众 让他们一续的上了千艘法床 又持续的上了千艘法床 所谓地藏菩萨是在这个千艘法床超度中 第一个出现的这个菩萨 在地藏菩萨面前的前面呢 我们当然也招请了摇子金木 跟护头金刚 然后由摇子金木跟护头金刚 变化化传出来 然后再请地藏菩萨 加持由民众 一续的上了千艘法床 我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千艘法床超度 有两个重点 依照阿弥陀经所讲的 所有的优民众不能少上根到极乐世界 他们必须要有上根气 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第二个就是要一心不乱的念佛 第一个就是根基阿弥陀经 里面说 一不能少上根到极乐世界 二要一心不乱的念佛 地藏菩萨非常的重要 在中国四大名山 安徽九华山 安徽九华山 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地藏菩萨的道场 当初的时候 这个很早以前 西雅图 列藏寺刚刚盖好不久 我身后的这尊地藏菩萨 你们有看到它吗 有 我身后的就是地藏菩萨 那个时候 那个 基阿弥陀 就来到了西雅图 列藏寺 看着 这个地藏菩萨 他说这个地藏菩萨 是 韩国人 是韩国人 Kamsa Mida 是韩国人 不过九华山的地藏菩萨 倒是真的 他是真的 那个时候 叫做 他是韩国人 金桥杰 我常常讲 就信金的 信金 可能就是 那个 金大恩的祖先輩 是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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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华山的祖尊 金桥杰 他本身也是韩国 是韩国 佛教流传是这个样子 当初 佛陀的法 因为佛陀 握下来的姿势 他指向了 东南亚 就流传到东南亚 流传到西藏 流传到这个中国 那么也流传到朝鲜 就是哥里亚 哥里亚 然后从高利 一直到了日本 这是他流传的方向 佛教的行程 地上菩萨很伟大 我讲过 他在 他的花的燕 所有我们称 他是大燕 地藏王菩萨 他的燕力很大 另外 田主教的圣托利沙 也是这样子花燕的 他也是花燕 他 这个天堂 有天堂 他不去 有天国 他不去 他要跟 在黑暗中的 这个苦难的众生在一起 那他的燕 也是很伟大的 跟地藏菩萨的燕 是一样的 我当初发了这个燕 在开始的时候 我也发了燕 因为我看到摇斯金武 看到阿弥陀佛 还有看到地藏菩萨 还有看到 因婆罗 就是第四天 第四天 我是看到这四天 我那时候发现说 我愿意 有一个生去跟着摇斯金武 愿意第二个生去跟着阿弥陀佛 愿意有一个生去跟着地藏菩萨 那时候发现 我也不知道偶有几个生 总之那时候是乱发现